哈喽小伙伴们,欢迎来到会议解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双胞胎弟弟爱上嫂子》 为此一直假扮成哥哥的韩国电影《秘密爱》 郑宇和郑浩是双胞胎兄弟 两人有着一模一样的外表 甚至连声音都极为相似 一般人很难区分两人 依次登山的旅途中 哥哥郑宇巧遇了不小心崴脚的炎依 他对炎依一见钟情,主动背他下山 从此两人的命运便紧紧相连 他常常到炎依的店里续寒问暖 他沦陷在了郑宇温柔的爱里 两年后两人结婚了 洁白的婚纱,帅气的西装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么幸福 可是两人还没来得及享受彼此的温存 郑宇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变成了植物人 他抱着郑宇嚎啕大哭 但是此时的郑宇没有一点反应 好在炎依依旧对他不离不弃 每天给他擦拭身体,悉心照料 日子一天天过去 炎依的面庞也越来越憔悴 在加拿大工作的弟弟郑浩 在哥哥结婚的时候都没回来 可是在得知哥哥出了车祸后 他抛下了加拿大的一切 回到了韩国 第一次看见弟弟的炎衣愣住了 他没有想到 弟弟居然和哥哥长得一模一样 他在弟弟的身上看到了哥哥的影子 可能是太多复杂的情绪涌上了心头 他突然昏倒了 弟弟急忙上前搀扶 回到医院后 正好看见躺在病床上的哥哥 心里满是心疼 出国多年 再次见到哥哥竟然就是这种场景 为了弥补内心的愧疚 他决定留下来帮助嫂子照顾哥哥 一天 多日的操劳使炎衣晕倒在了浴室 好在正好及时出现 将他救起 尽管炎衣费紧心力照顾郑宇 但突然有一天 郑宇的病情加重了 在医生的权力抢救下 才保住一命 面对这个有情有义的女人 加上朝夕相伴 正好对炎衣的情感 在潜移默化的改变 他将家里重新装饰了一番 为的是炎衣回来后 能有不一样的感觉 为了让炎衣放松心情 他还带着炎衣去游山玩水 在下山的途中 炎衣的脚居然又扭伤了 正好深情地对他说 没想到我能再背你一次 炎衣晃了神 难道上一次 那个后视的肩膀是他 从此他的心理对正好 有了别样的情愫 两人的关系也变得暧昧起来 就在一天 两人终于按捺不住那天的欲望 最终在车里发生了关系 也不知道是双胞胎的心灵感应 还是正宇闻到了草原的味道 他居然苏醒了 地早两人赶到医院 看到苏醒的正宇 他们的内心是又喜又忧 炎衣想 为什么他不能早一点苏醒呢 一天哥哥正宇出去做康复训练 于是地早二人便在病房亲热了起来 这一幕恰巧被正宇看到了 他心里很痛 却没有揭穿 而是要求提前出院 回到家后 炎衣对他没有了以往的热情 两人躺在一张床上 却做了不同的梦 生活上的细节让正宇发现了端倪 于是他换了和弟弟正好一样的发型 还买了相同风格的衣服 他找到弟弟摊牌 让弟弟离开嫂子 自己可以送他一套房子 回到家后 炎衣看着和弟弟一模一样的正宇 他恍惚了 在洗完鸳鸯浴后 他叫出了正好的名字 暴露了他和弟弟的关系 虽然自己已经猜到了 可是当赤裸裸的现实打在脸上的时候 正宇还是感到极度痛苦 可是那种不甘心的感觉 还是让他换上了弟弟的衣服 为了心爱的女人 兄弟两人来到吊桥上决斗 哥哥斥责弟弟抢走了自己的妻子 弟弟说 嫂子和他才是真爱 两兄弟你推过来 我推过去 最后两人双双从吊桥上掉了下去 炎衣找到了这座吊桥 他拿着遗物叫着正宇的名字 回到家 他再次翻看结婚录像 他的心里悔恨掺杂的遗憾 几年后 炎衣突然收到了一张明信片 信上的人问他 兄弟两人到底喜欢谁 原来兄弟两人里面有一个人活了下来 炎衣机智的回答 喜欢你啊 至于他究竟是谁 炎衣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 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炎衣最后的回答让许多人看来很绿茶表 但其实他也是这场不伦恋情的受害者 他只是需要一个陪伴 一个依靠而已 好了本期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小伙伴们 记得点赞关注哦 拜拜